近年主力在內地發展的吳啟華逐步減少了莫田演出 但自從去年進駐抖音之後 經常拍片和網民互動 吸引超過73萬的粉絲關注 近日透露和朋友一起開了一間製作短片的公司 更加已經是沉浸賣樓定居 57歲的吳啟華當年簽約無線之後 以演反派角色為主 87年他因為與公司產生糾紛 更加一度離巢拍電影 他在1996年 重返無線拍劇 憑著妙手人心裡 懲治美醫生一角 而大受歡迎 不但成功大洗底 更加令他的演藝事業 攀上巔峰 直至2006年再到離巢 之後就回到內地發展 他曾經坦然 當年在香港生活壓力大 每個月都有不呼之 即使每一部劇都擔正男主角 一個月都是只有幾千元 不是大家看起來這麼風光 他指 很多香港藝人來到內地 做商演都足夠好好生活 做一場商演 等於電視台兩個月的人工 都是一種出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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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